社会消息再来关心今天上午呢 新竹县家具工会 动员了130名的家具商 到县政府去抗议 因为呢县政府每一年 在县立体育馆举办的家具展 都是委外的让厂生来承办 但是这些的承包商呢 又有固定合作的外县式家具店家 这反而使得新竹县自己县内的厂商 都没有办法参展 这些抗议的家具商 高举着白布条喊口号 上头写着不幸福不快乐 抗议县政府不保护县内的家具商 让外县式的家具商 跑来县立体育馆参展 现在景气不好生意几乎做不成 要政府想出配套措施 让新竹县的家具商能安心做生意 新竹县的家具 不能在新竹体育场展览 就是说 我们假如说可以在新竹县展览的话 我们没有话说 但是面对商家的抗议 新竹县政府出面说明 之前承包尾办家具展的厂商 已经签好约了一切 一约行事 因为我们体育馆 已经按照促餐条例 已经委外经营了 现在目前是由委外公司来处理 那对于我们今天抗议 这县内的家具工会 他所提到的影响他们的生计的部分 那我们会跟汉串公司 就委外公司来做这个商讨 目前新竹县的家具商 给政府一个月的时间做调整 如果届时政府没有给家具商 一个满意的答复 将不排除发动进一步的抗议 中心新闻何梦千 路易珊新竹采访报导